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 而后两次谈判特朗普政府都背信弃义突然变卦 现在的中国对特朗普政府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 因为一个一点信用都不讲的政府 你是没办法去相信的 对于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 中国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 并且做好了完全准备和美国打一场真正的持久战 中国已经准备好和美国打一场持久战 我们可以从五个迹象窥斑见爆 一、中国最高领导人 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竞线花篮 红军不怕远征南、万水千山只等闲 今天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 其本质只是中美路线之争的局部显现 美国要维系霸权 白宫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政治精英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都认为全面遏制中国是正确选择 美国的目的是要压制住中国不让中国发展 是要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在这种情况下 全中国人民都要清醒地认识到 美国遏制中国不是短期化、中期化 而是长期化 或许在中国与美国博弈后 在某个方面形成战略平衡 但那不会让美国停下遏制中国的脚步 所以中美贸易战才会向科技领域蔓延 并且正在向更多领域蔓延 中美之间哪怕贸易上形成了战略平衡 在其他方面会继续进行较量 这将是未来长期的中美关系常态 如果说2010年前 美国针对中国搞亚太在平衡 之前中美是7分合作3分博弈 那么2010年到2016年 就是5分博弈5分合作 到了2017年后 至今特朗普政府时期 中美就是7分博弈3分合作 未来 中美将长期维持7分博弈3分合作的状态 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对此中国决策者早有很清晰的认识 这一点早已体现在了我们的对美政策中 就在刚刚中国最高领导人 视察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干州市于都县 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竞献花篮 此时到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可谓意味深长 在我看来最高领导人视察特殊历史意义之地 意味着我们的党和国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 已经准备好了开启新的长征 全国上下都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向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实现迈进 至于美国遏制中国 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科技战或者未来更大的挑战 都将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的路 都是要被中国踩过去的 中国自上而下 既然已经准备好了长征 准备好了持久战 那特朗普如果再不让步 就只能迎接一场与中国打的一场持久战了 在持久战方面 中国很有经验 想当初美苏两霸把中国夹在中间 中国也一样过来了 而当今世界美国也只能靠自己和中国搞持久战了 二央视新闻联播宣告中国已做好全面应对的准备 在5月13日新闻联播的国际瑞评中 播音员再次明确谈大门敞开 打奉陪到底 评论中说经历了5000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民族 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 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 必然会有艰难险阻 甚至惊涛骇浪 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 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 没什么大不了 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化危危机 逗出一片新天地 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不同 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 主要阅读人群是党员 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一定是首见于人民日报 新闻联播则不同 新闻联播是国家重大活动 决策以及重要国内国际事件面向大众的窗口 某种意义上说 新闻联播在舆论上具有极强的动员作用 在新闻联播上发布措辞如此强硬的锐评 其实已经表明这次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战的定性 与之前已经不同了 中国已经决心下 如果说之前 中国更多希望大家有话好好说 大家好好谈 那么现在经过两次美国的中途变卦 以及美国大幅加征中国输美商品关税后 中国已经准备与美国狠狠打一场了 中国人普遍认识到现阶段 只有打才能把傲慢的美国人打回谈判桌 新闻联播播出了具有一定动员意义的国际锐评 在我看来 这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一篇战斗习文 意味着中国已经准备好和美国打一场贸易持久战 三 人民日报强势九连评向美国亮剑 人民日报的九连评是不多见的 针对一个国家 一个事件搞九连评更是罕见 印象中比较著名的是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 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 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当时是为了批判赫鲁晓夫政府 中共对苏共的九连评 后我们都知道中苏之间发生了什么 双方持续博弈一直到苏联解体 所以人民日报对美国政府的九连评 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中方对美方背信弃义也蛮霸权的态度 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中国再次以最强意志宣告 面对美国无理要求 中国是不可能做任何破底线让步的 那么如果美国不放弃极限施压 贸易战只能变成持久战 中国为此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事实上不光中国完全准备好了 连华为都完全准备好了 任正非对于美国政府给华为的90天缓冲期 那是根本不当回事 看任正非那气势 好像在说科技战你不打还不行了 不打那就赶紧撤火回家 四当稀土已经作为备选应对方案时 那是真的把中国逼急了 5月28日国家发改委明确表态 如果有谁想利用我们出口稀土所制造的产品 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 那么我想干南原中央苏区人民 中国人民都会不高兴的 用中国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过来遏制中国发展 中国人民不高兴了怎么办 当然就可以不给你了 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是否把稀土作为贸易战武器进行表态 5月29日当有记者问发改委的表态 是否意味着中方对于是否用稀土 作为反制美方的措施 有了新的考虑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是 发改委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 发改委负责人的表态 当然是权威的声音 答案已经不言自明 但是如果不是美国把中国逼到了这种份上 中国是不会把稀土作为反制美国的武器的 自2010年开始中美进行了近十年的激烈博弈 中国都没有经过稀土作为反制武器 今天中国把稀土放在了反制美国的炮架上 客观上说是被特朗普逼得不得不这么做 既然逼到这种份上了 中国也做出了这样的反制准备 其实就是在告诉所有人 贸易战中国已经准备好长期打下去了 到底打多久 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 美国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打到中国胜利为止 5.中国已经做好了完全准备 5月29日有一则新闻 可能很多人并未留意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傅成玉 在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发表了题为 中国要把能源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演讲 演讲中傅成玉强调 在当今世界大形势下 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更加凸显 确保能源安全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采取切实措施和行动 这不是威严耸听 而是近在眼前的迫切现实 他说 我们应做好短期石油断供准备 什么是短期石油断供准备 在我看来 其内涵是国际局势 有进一步恶化趋势 试想什么情况下 才会恶化到发生石油断供的地步 在我看来 发展到新冷战的边缘存在这种可能 如果中东爆发大战有这种可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 面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变换 我们既不能排除未来美国进行战略冒险 也无法决定未来发生的一切 我们只能去做好应对 准备好万全之策 虽然当今世界爆发新冷战概率较低 但美国走向极端主义的做法 依然会世界带来很多麻烦 极端情况完全可能在短期内发生 那么既然我们做了最坏打算的假设 接着当然就会向这个方向准备 当坏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能从容应对 争取到最好的结果 特朗普在生意场上 喜欢先和他人开始谈 然后让对方感觉一切都进展好好的 好像即将达成协议一样 到最后时刻再突然变卦 给对手来个突然袭击措手不及 大幅提升对方谈判失败的成本 最后迫使对方不得不接受其苛刻条件 特朗普这种方式 生意场上屡是不爽频频得手 他为此还得意的出了本书 书名为交易的艺术 然而生意是生意 政治是政治 特朗普或许在西方生意经商如鱼得水 对西方政治也颇有心得 他可以不按套路出牌 不断达到自己的目的 让专业政客目瞪口呆 但是他对中国政治却是真的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中国人在面对他这一套时的态度 他也不知道在中国人的百合之道中 这些都是玩剩下的 甚至都是中国政治家不屑于玩的手段 所以特朗普这一套那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 事实上不但不会让其得逞 为了避免以后不断陷入无聊的重复 中国还会让特朗普付出代价 让美国为特朗普的盲撞付出代价 哪怕为此自己付出相应代价也在所不惜 事实上中国人都能理解 割肉似虎是不能满足老虎的 只能吊起老虎的更大胃口 中国近代驱如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的中国在老虎不断紧逼的情况下 必然上演武松打虎 何况美国还是一只只老虎 对中国来说时间越往后拖 中国内部越团结 中国对中美贸易战会越习惯 越适应贸易战 科技战对中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相反对特朗普来说时间越往后拖 特朗普手里筹码会越来越少 会越来越感觉痛苦 支持他的人会越来越少 所谓失道寡助 特朗普这么玩下去 与中国的贸易战如果大败 在伊朗问题上一无所获 委内瑞拉又无法拿下 半岛核问题也没有进展 经济又下滑 股市又下跌 那他还凭什么连任 刚刚美股已经再次暴跌 其实美股继续暴跌是没什么悬念的 关于这一点 我之前就分析过 特朗普如此折腾 美股必然暴跌 这一次事实上美股下跌空间已打开 因为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议完全没有明确预期了 在战壕看来 特朗普如果要求再谈 中国大可以量一量他都提点条件 一方面要让特朗普知道教训 另一方面也是让美股往下跌跌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通过贸易较量 至少让道指跌到两万点以下再说 如此事先让特朗普和华尔街之间的矛盾爆发一轮 让他体会一下和中国打贸易战的痛处 特朗普准备迎接中国的持久战吧